二战的女间谍川岛芳子 她有一个妹妹 叫做清朝最后的格格 这个称号的爱心觉罗险席 传出在北京 因为心脏签而去世 享受95岁 从一名养尊处优的格格 到后来她为了家计 要织毛衣赚钱 而且因为是川岛芳子的妹妹 入狱15年 传奇的一生跌宕起伏 也见证了清朝皇室的没落 传岛芳子是二战时期 赫赫有名的女间谍 一般人对她的妹妹 可能比较陌生 有清朝最后的格格 称号的金墨玉 原名爱心觉罗险奇 是清朝肃清王帝 十七个女儿 不常露面总显了神秘低调 七年前一八十八岁的 高龄上节目神采奕奕 团结姐姐记忆犹新 她因为她漂亮 所以在脸房 卖脸房都拍她马片 她不像 我都看她这个 人称小格格 金墨玉在家中排名最小 在规矩森严的清王府中 个性叛逆 曾到日本留学 一九四九年后 在北京独自扛起家计 她变卖家产 靠着洗衣服 织毛衣赚钱 还开启川菜馆 一九五八年 一位川岛芳子妹妹的身份 从家里被带走 展开十五年的牢狱生活 后来到农场工作 不堪劳动 脊椎骨严重坏死 巨大的生活反差 金墨玉用最简单的方式面对 那你怎么能保养得这么好呢 我哪好 我都怪死了 我都算了 找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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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狈 人生羡慕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记者李宝亦ibles 是